蜜蜂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一種昆蟲 由於對人類不會產生重大危害 因此很容易被我們忽略 那麼近二十年來 全世界各地都出現了蜜蜂大量死亡 或是神秘消失的事件 而科學家卻無法掌握事件背後的成因 一直到臺灣學者發表了突破性的研究 才解開這個謎團 而公共電視二零一四年跨國合作 推出了紀錄片《瘋狂》 以臺灣領先全球的蜜蜂研究為主軸 今年再發表續集《瘋狂2》 持續追蹤蜜蜂消失的問題 以及背後所帶出的嚴重環境污染 與現代人所面臨的健康威脅 近二十年來 全世界各地不斷出現蜜蜂大量死亡的事件 科學家素葉匪泄的研究 而公共電視二零一四年推出紀錄片《瘋狂》 以這項領先全球的實驗結果為主軸 探討農藥對人類與其他物種的危害 獲得極大的迴響 時隔三年公視打造了續集《瘋狂2》 除了是國內首部以4K畫質拍攝呈現的紀錄片 片中持續追蹤蜜蜂消失的原因 並將蜜蜂與農藥濫及人類的健康做出更具體的連結 所以它如果在比如說這個蜜蜂雖然很正常的長大 但它小時候有遭受到很微量的內尼古丁藥劑 我們做的是易達安這個藥劑 那只要是幾個PPB 它的這個基因表現就出問題 所以這是我們在第二集裡面在呈現說 在慢性肚裡面出現的問題其實是很嚴重 有越來越多的研究成果 證明了尼古丁菸鹼類的農藥的確是蜜蜂殺手 歐盟更是全面禁用 2014年的時候我們歐盟第一次拿到現場的資料 他們發現只近了一年的時間 大部分的國家在冬天的時候 它那個冬天死亡的蜂巢比率降於20% 所以歐盟根據這個數據 把這個兩年的禁令擴展為無限期的禁令 《瘋狂2》的推出 除了視覺上的全新體驗 對環境議題的關注 還希望能夠帶給觀眾啟發 為自己的健康權益發聲 《瘋狂1》的推出 我們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迴響 在國際上也得到很多的獎項 那這促使我們想要再續集 把這個話語權也交到觀眾自己的手上 我們希望第二集所帶來的一個 啟發就是無論你是在怎麼樣的一個崗位 只要能夠在這一個你的崗位上 能夠多一份對於食品安全還有農藥使用 這樣子的一個現象能夠付出自己的努力的話 其實是可以改變一些既有的遊戲規則 也可以對環境還有對我們的健康能夠帶來很正面的影響 未來跨領域的專家們將持續結合科技 研究農藥對蜜蜂的危害 解密尼古丁醃鹼類農藥對人體的影響 讓民眾吃得更安心 台灣宏觀電視張知晴李雲林 台北採訪報導 翻唄 點我 翻譯 蜜蜜蜜蜜